欢迎收看关系的时刻 我们要到上礼拜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会 对民主党来讲 那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灾难 大家知道说拜登老了 但是没有想到 他老得这么样的时段 在整个辩论会的场合里面 他常常不知所云 他常常眼神空洞 讲着讲着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在讲什么 这样的画面把全世界都吓坏了 你就看到 总论斯基今天突然讲说 他现在有一个和平计划 因为现在大家都意识到 难道川普要重新回来了吗 川普要当总统了吗 如果川普真的要重新回来 当美国总统的话 那这个世界会出现一个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当然对民主党来讲 或者对拜登阵营来讲 我还是想要挽回我的颓势 可是没有想到 他有一个48小时的大作战 这48小时的大作战 不做还好 做了把大家给吓死了 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又是 现在不断地巴密集安排演讲 安排演讲以后 看到一个小小的阶梯 这么小的一个阶梯 他一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个阶梯根本不知所措 你看到 看到这个阶梯 他就愣住了 愣住了 他的太太基尔 才把他给抱着 抓着 抓着他的手 他才有发展下这个所谓的阶梯 也就是他的老太 根本无从接应 这个演示 甚至在演说的时候 他的太太基尔 竟然比他还要来的活泼 比较还有魅力 而我们看到了拜登 在旁边就跟撒的一样连 他要表现清明 表现清明 他跑到冰淇淋店 跑到冰淇淋店 他的动作太慢了 慢到像一个机器人 慢到把里面的店员都吓死了 宝兰哥拜登这个阶梯 就是现在民主党所有的心情 也就是想要下台阶 但看着这个阶梯 却不知道该怎么下 下不去 对为什么我想讲 因为跟我们在重开 是刚才那个拜登画面 非常的离谱 也就是等他辩论完之后 你想想看 他看着这个阶梯 好像如临森原样 你看这个小孩非常害怕 我试一步试一步 然后是他老婆参扶了 他才有办法跨过这个 他一开始看到不知道怎么下 他就愣住了 愣住了以后 他太太赶快就扶他 扶他了以后 在他的太太参扶之下 他才有办法踩下去 宝兰哥我在他的动作里面 我看到了害怕的神情 这个阶梯让他感到异常害怕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这个辩论结果更可怕 为什么 因为在整个辩论完之后 大家发现这件事情 垮台了 完蛋了 狮虹遍野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拜登的我们讲 大家认为说 他获胜的程度只有33% 换言之 有三分之内的民众都认为 是川普完胜 刚才讲这是CNN CNN是一个亲民主党 这是应该是亲拜登 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 现在CNN跟川普苦大仇深 双方过去在川普当总统四年里面 双方是对着干 打了四年的仗 就没有想到 光是CNN做的民意调查 认为拜登赢的只有33% 认为川普的居然高达67% 更可怕的是 川普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海报 他要回来了 谁也挡不了 对 Nothing can stop what's coming What's coming Trump is coming 川普真的要回来了 各位 他说Nothing 绝对没有任何人挡得住我 但你说CNN 这个指数是我们讲 亲民主党的媒体都看穗 不只连拜登最亲密的友人 连拜登的亲信 连他的自亲好友 都看穗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讲的 Thomas Freeman Thomas Freeman是谁 他是一个曾经获得过普利斯奖三届的一个作家 结果这个作家是拜登非常好朋友 他说我当时我在看了这个辩论 而我人在这个西班牙 没想到看完之后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 比现在这个时刻更令人心碎 宝贝克 他看着他的好朋友 辩论完之后 走下台之后 他的眼泪两寒老泪 泪汪汪的都直流了 他都忍不住哭出来 因为他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想象 未来的世界将会如何 而且刚才讲呢 柳越时报一直来讲 他是属于自由派的 他照理讲是比较亲民主党的 就刚才讲 现在不是Thomas Freeman 现在包括谁 包括克鲁格 包括基斯大 全部都要求拜登 你现在给我 持继续退出 当然为什么 从时纽约时报的 三个重磅级的专栏作家都说 我们希望能够换灯 可以换灯星 各位啊 你仔细看一看 整个拜登不是说 他到底讲了什么 而是我们讲的 他们讲光是用眼睛 去看拜登的行为 都是一场灾难 比如说我们刚刚才讲完 这个下楼梯 但你以为这样吗 没有 我们带你来看到 他的夫人Gill 曾经帮他站台演讲 就是那个站台演讲画面 重点反而不是Gill 来你看 看一下拜登的旁边干嘛 两眼发尺 整个人呆滞 然后嘴巴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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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他到底人在哪里 他的神 他的魄 都已经不知道飘向何方 你想想看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几秒了 10秒 10秒 你看看 就原来他老婆 对着他比 跟他比 然后呢 他还是 没有反应 呆滞决结在那边 整个人 美国其实也蛮坏的 就看他有没有眨眼睛 他说 他的眼神空洞 甚至将近有 一分钟的时间 眼睛连眨都不眨 对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你如果说只有一步 我们会说拜登在想事情 那刚好呢 这个在想国家大事 不是 他就连别的场合 你看哦 他整个人呆在那边 反而是 他的夫人像是把他当作 都是小宝贝一样 要照顾他 你知道吗 他赶快去扶他 去拢着他 然后呢 整个讲了神情激昂 但他的夫人 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当你表现得越慷慨激昂 当你表现得越活跃 反而衬托了你旁边的丈夫 有多傻 有多呆嘛 那这有点 刚才讲的 后宫干政都是全世界的大戒 大家看到Gill 这么厉害的时候 大家在想 这个国家到底是谁在带你 这个国家到底是谁在主任 所以现在他们就弄了一张照片 这个Gill 这个Gill拜登他在什么 他在看公文的时候 难道这个国家的公文 是Gill在看的吗 对所以非常讽刺 他说 Is Chair Biden running the country 到底现在是拜登在执政 还是我们的第一夫人 我们的夫人在执政 搞不清楚吗 甚至你看他们制作这个梗图 非常有意思 这是什么 这是用时间区分 比如说 早上10点开始 拜登会出现 10点 11点 12点 1点 2点 3点 没有 到下午4点的时候 不好意思 因为拜登已经行为不能了 所以所有晚上的时间 甚至到了半夜 都是由他老婆来一手主导 好的 现在就有一家媒体 我们看到的每日电讯报 就做了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内部调查 他是什么 原来拜登他的生理时钟 只有到哪里 只有到下午4点 也就是下午4点他就要休息 下午4点他就要睡觉 而这个变得在什么时刻 在晚上9点 他说他的力 他的智慧 他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么晚的活动的 各位没有说保定 因为我看到一个画面 我觉得非常奇怪 也就是拜登在整个 这个辩论完之后呢 他实际上是有去造势场 当然有读稿机 有prunter 所以他面对读稿机 说有啊看 海基 我想说啊 对没有说 因为时间问题 他只要过了下午4点呢 拜登会自动shut down 来各位你看好 这是拜登在辩论场上 你仔细看他的眼睛 你仔细看他的眼睛 有没有眨 没有眨眼睛 你不讲 我还以为这是低肺 我还以为这是AI 还是没有眨 13 14 15 16 17 他的眼睛 就是不会眨 所以你看好 连这个比较中立的经济学员都说 拜托 来吧 不是眼睛眨不眨的问题 是你拜登 到底有没有走 因为如果一个总统 只能从早上10点 工作到下午4点 而剩余的时间 高达我们讲的 从晚上下午4点 到早上 通通都是由你老婆来掌握 所以你就 所以刚刚讲到的 这个照片 就不是哭手了 这个时钟 也就是你从早上10点 11点 12点 1点 2点 3点 到了下午4点 就谁在管事了 就是Gear在管事了 当然保理哥 我们这不能怪他 因为这个叫做生理极限 毕竟人年纪大的 他就是个生理极限 所以现在呢 美国人就在讽刺说 我们真的很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以前呢 拜登在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至少还神采飞扬 他说辩论跟他的对手 还用碾压了 就19年 大家已经开始说 没有 我跟你讲 拜登已经老了 结果没发现 我们错了 为什么 因为格勒到了2024年 我们才发现 没有 拜登这个才叫真的老人 所以美国人现在很怀怒 一家大一家 我们只能在两个人当中选 一个叫做 Northin Co-patient 一个需要护士在家看管的病人 一个叫做非人 一个叫做重罪犯 为什么我们现在惨到 只剩下这两种人可以选 所以这个是对比 他在上一次 四年前的拜登 跟四年后的拜登 你看 他虽然四年前的拜登 拜登已经做好了 可是你看 眼神还是锐利的 他的话语还是清晰的 可是到了四年后之后 你看到 不要说他表情上的老太 他的语言 他的思考 都让人害怕 你就看到了刚刚讲到的 连CNN的主播 就问了贺景丽都讲 难道我们的总统平常 就是这个样子吗 对没有说 而且贺景丽还完全回答不算 但没办法讲嘛 因为你仔细看 过去的拜登呢 他即便有点老太 但是他的眼神是有灵魂的 而且代表他是有情绪张力 你可以再来演说表演当中 虽然不及2012 但2019年还算是一号政治恶务 但是到了2024年 我们不要讲说总统辩论了 为什么所有的评论人都会讲说 我上我都比他强 因为理由很简单 现在大家怀疑的 不是拜登到底有没有担任一个总统的资格 而是他有没有办法健健康康 你要想想看 如果现在拜登是这样 那如果给他当选 当了三年之后的拜登 会长什么样子 三年之后的拜登 他会不会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 所以看到没有现在干嘛 川普活过来了 刚刚那个海报的东西讲 没有人可以阻挡他 没有一个都没有 现在刚才讲的 他的幕僚开始已经对未来 开始破话了 约翰刚才讲 他现在的募款 他现在的人数 越来越多了 因为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 现在川普是最快乐 各位 各位我们现在给你看到的照片 是当他结束辩论之后 走出会场 以前那川普走出会场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吗 哎呀 在那边摇摇摆摆了 然后动作非常夸张 当时他被吸引得非常惨 结果每次这次出来 没有异常的沉稳 非常淡定 只是双手微微的比了 落枪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讲 他除了这次游泳有余之外 就有人他出来之后 他也不嘲笑拜登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胜券在握 反正我现在只要犯错 不要被人家抓皮条 你就拿我没办法 我肯定会当选 甚至我有皮条 我还是会当选 所以你看到他讨论的是什么 堕胎啊 经济啊 移民这些问题 开始跟过去的川普不一样 表一些正事 甚至是在后来的造势场合上 还用他的专机 你会不会啊 这是拜登专战 川普的专机 还特别在那边做 我们讲的特技飞行 这太嚣张了吧 对 就需要给你看 上面还印着特朗普这个字 他做着他的私人的专机 私人的专机 到了他的造势场合 才故意摇摆一下 对 摇摆 为什么他说 Because he is the boss 他是我们的老板 而且 He does it again 不代表什么意思 川普极有可能会再次当选成统 甚至是就联辩论后的造势场合 高达2.5万人参加 而且 中视人 全部人山人海塞满满 甚至还制作相关影片 这是什么 蓝波耶 他说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当时我们讲的 停的那个口号 还没什么感觉 结果你现在看看他这个图样 你现在看看他这个英勇 勇猛的这样子 对比了拜登 所以现在川普的竞选影片 把它变成美国英雄的影片 都出来了 对没有错 现在对于美国人来讲 已经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即便他们讥讽说 川普是个我们讲的 Fallon他是一个重罪犯 但是对于美国人而言 这是变成是一个 没有选择当中 唯一一个可以代表美国人的选择 而且刚刚讲的 纽约时报刚刚讲 不是Thomas Freeman 表达他的忧心 甚至在西班牙 那个理事本 看着这个直播的时候 他眼泪就流下来了 包括他们有三个新兴的 所谓的专能作家 三个人都是新兵助长 都是自由派的 全部都做 他们看不下去了 他们说谁来做 都比拜登要来得好 对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是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es代表说 他本来就是亲民助长 就是连自家人都忍不住说 我要吐槽 包括这个Michelle Ross 以及这个埃斯拉 他们怎么讲的 比如说这个埃斯拉 他们讲说 我们讲辩论 这个绝对是最糟糕的一天 甚至就让Ross都说 我自己也感冒 因为Binan说 我是感冒才表现不好 他说拜登我感冒 我去跟他辩论 我绝对也不会表现这样 连我都可以碾压他 甚至就连这个Michelle都说 当辩论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有无数的电话 一直打进来 大家已经开始 全部整个民主党 集体恐慌大崩溃 而最后他讲一句话 最痛的一句话就是 我根本不用听拜登讲什么 光是他的表情 光是他的神情 就可以让所有民主党的人 陷入恐慌 甚至陷入绝望 上礼拜五 美国进行了 今年第一场的总统辩论会 没有想到后遗症这么大 现在整个民主党如上拷笔 整个民主党也惊慌失措 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但是看到川普的阵营嚣张了 川普阵营现在弄了一个梗图说 现在谁也倒不了他了 对 川普这个梗图写的 Nothing can stop what's coming 就是说 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川普而且还在加注意个 Nothing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 I'm unstoppable I'm invincible 我是无敌的 我是社会的党 为什么 因为现在 他现在真的是不可挡了吗 当然因为是相对论 现在整个民主党叫做哀鸿遍野 每个人大家都觉得大难临头了 该怎么办 为什么会这样讲 首先各位我们讲说 泰这个杂志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专件事 panic panic panic是什么 恐慌 惊慌失措 完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你仔细看这个 这个Joe Biden他要干嘛 叫做他已经往边边走了 走出宽位了 走出宽位这是第一个 再来他也在奉执 现在的拜登根本如迷途羔羊 不知该往何里去 各位这不是心诚层面的 连物理层次上 拜登也是整天就找不到路走嘛 而且你仔细看 今天泰的这个杂志说什么 拜登是时候该让位给民主党独立了 而且甚至说 要求拜登下台的呼声 即将变成政耳欲拢 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民主党在看到拜登 在整个辩论会的上面 那种表现之后 只有一个想法 拜托你赶快走 你再不走 我们整个民主党都要被你一同拖垮了 而且这种声音 你看到什么 在亲民主党的媒体里面 那更是明显 第一个我们上个礼拜讲 在Politico杂志里面 WTF 不能讲 反正就是他连张话 他都骂出来了 张话骂出来了以后 看到了什么 包括纽约时报 这个包括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 叫汤马斯弗里曼 他一直讲 他跟拜登是好朋友 他说 他在这个所谓的西班牙 看直播 看着看着 都哭出来了 包团哥我用中文来帮大家解释 到底这个WTF代表什么意义 就是我们最常讲的句话 我到底看了什么 那就是所有媒体的想法 因为不管是这个Politico 又或者是这个New York Times 向来都是非常支持民主党 比较偏民主党的媒体 但是你仔细看到 连拜登最亲密的好朋友 这个Thomas Freeman 他说什么 他说拜登是个好人 也是个好总统 感觉是帮他讲话对不对 没有你要看他笑一句 但是他应该要推出竞争 拜托你拜登 我是你最亲密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good friend Ball out of the race 不要再选了 有这么严重吗 那当然很严重嘛 来看甚至 而且他是连发两篇哦 同一个New York Times 连续发了两篇重磅评论 还不是新闻说什么 为了服务国家 为了这个国家 拜登应该要推出这样选举 因为包括我们讲 他的密友那时候 在描述那个场景就说 我那时候确实有判病论 但我人并不在美国 但我在什么 西班牙 但我看着看着 你知道保洁哥他发生什么事吗 他发生什么事 他哭了 他竟然说我看着看着就哭了 他说因为看了这样辩论 在我一生当中 我不记得美国总统竞选 正式有比这个人 更令人心碎的时候 他hard broken了 你说这个是令人心碎的时刻 对 就是说他看完拜登的表现 他一直在强调 拜登确实是好人 但是他这个状况 这个年纪 这个身体反应代表 他的身体根本就已经 没有办法再应付这个选举 而且保洁哥 请问一下选举只选这短短的半年 一年就这样 当然没有啊 还有半年耶 他还要再当四年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嘛 而且老婆我们看 你现在看到了拜登的讲话 讲着讲着 他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讲着讲着 根本就不知所应 你看到 川普很坏 川普还这么一斜眼的意思 他说你在说什么 结果 这样的一个画面 传到了全世界 传到了全美国 整个民主导 觉得我敢把这个国家交给拜登吗 对 因为一个辩论好坏呢 这个是不予自评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去评论说 到底他讲好 讲坏 到底讲了什么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 因为拜登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 他是不是还在讲 而且你自己看看 他这个好朋友 他的资历 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 乱评论的人 为什么 第一个 他是犹太裔的美国记者 再第二个 他是普利之讲 也就是我们新闻 最崇高的一个圣殿的圣杯 三界获奖者 而跟拜登 更是交情分长 深厚的好朋友 甚至过去在2001年的时候 他们还一起干嘛 一起去阿富汗 一起去巴基斯坦 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就是我们讲的 地处偏远 比较危险的国家 代表他们的情谊 是同甘苦共患 那一起走过来了嘛 所以这场辩论之后 川普阵营就说了 Nothing can stop了 对 Nothing 真的没有了 因为连我们讲 Joe Biden最亲密的友人 都跟着导哥说 拜托你真的要换边 我们看看民调是更清楚 来拜登在整个 收场民调之后 他们用什么 disaster 这根本是灾难 灾难性的表现嘛 原本已经很惨 原本Joe Biden 我们讲 他的这个赌盘 连任几率 大概只有三成左右 就是偏低了 三比七 结果没有想到 一场辩论 让他的民调 有没有各位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什么 这什么 直接大跳水 变成19.2% 你说这个就是辩论之后 跳空跌停 对 跳空跌停 川普后视看长 还在掌底 来来来 我们直接看这个数字 你更清楚 对不对 原本他们想说呢 这个认为拜登的心理状况 就我们刚才调到了 他到底还没有办法担任总统 原本呢 6月9号的时候呢 至少还有35% 还能看 结果现在直接崩跌到27% 而这个27%代表 连民主党的人 民主党的支持者 都认为 你没有办法再当总统了 而你看看 觉得他没有办法 行为能力不能者 竟然高达了 七成人认为 拜登拜托 你别再继续选中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一大堆的金主 各位抽赢根 才是一场选举 最可怕的 抽赢根了 对 就代表说 我原本是你民主党支持者 我给你大把大把的信 但是现在 拜托 我之前的 就当作认赔 我现在也不愿意相信你了 看嘛 通通全部打给他的竞选主席 甚至还有人召集到说 我直接打给他的老婆说 你叫你老公 别再算了 这代表良见自己 到底拜登还没有新闻力 还是说 其实整场选举 他都已经变成是 他老婆的亏类 所以对于民主党而言 现在是换也不是 不换也不是 进退两难 确确 甚至现在 就此时此刻 我们看到了 整个地球表面的气象度 哇 全部火焰片 火焰片非常可怕 有人讲说连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都已经沸腾了 因为 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水温 竟然高达30度以上 这个答案是有史以来 刚刚讲的 才刚刚进到7月 而且在6月的时候 就已经到达了30度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在加勒比亚 也就是现在在大西洋 现在这个时刻 居然已经有一个 四级预风行程了 对 老师哥 我们看到台湾海峡 大会讲说 宇轩真的吗 海水30度之所以 很有大不了 是什么当然大不了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平常陆地气温 38度 39度 这个跟海水比起来 好像没什么 因为海水的比热 本来比较重 所以对来讲 它的温度反应比较慢嘛 所以理论上保留哥 你知道这一块 我们讲台湾海峡 正常来讲 就算夏天的温度 大概也是25度 26度 结果飙到30度 你就知道 台湾大掉啊 热这么热 对嘛 整个全球新闻异常 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 包括我们讲的 连海峡都升温的状况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 红通通的一片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整个高气压已经过强 导致说 整个低气压是什么 热嘛 海水的热 没有办法散过去 整个高气压 笼罩的状况下 只会变成什么 像个闷烧锅一样 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所以变成这种状况下 你仔细看 整个北大西洋 也出现这个场景 全部一片片 各位这都是海水 不是陆地哦 代表整个海水 就算已经往了 极圈方向发展的时候 也都是热腾腾 沸腾的像滚水一样 所以这是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 全部烧起来了 对 这个是全球的现象 不是单一的点 比如说我们以一个局限来说 这个卫星就有拍到 整个墨西关弯流 你仔细看 整个弯流进去的状况下 全部都变成什么 温暖的环流 变成暖流了 所以你就知道 在这些整个大环境 为什么会有发生说 就连加勒比海 你说这个就在加勒比海那边 对 因为加勒比海 它有一个状况 理论上来讲 它们耗发所谓的飓风季节 大概是在8月份左右 换言之现在来讲 还太早了 而更可怕的是什么 更可怕的是 它这个所谓的四级飓风 原本是所谓的热带气旋而已 结果没有想到 短短的40个小时之内 连跳三级 各位 你可能对四级没概念 四级飓风大概就是 台湾的强烈台风 就这种等级 不 它就跟卡催纳台风一样了 对 等于40个小时之内 由一般的热带气旋 就是下下雨 变成了强烈台风 你就知道现在极端气候 可怕的地方在于说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 你没有办法预料的变化 因为我们最近曾经谈过一句次 有这个专家讲 你只要升温到了二度C 整个地球就完全没有办法飞转 你会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点 现在大家觉得非常恐怖的是 难道那个不可逆转点 已经来了吗 过去你很难想象的事情 现在都在发生 这两天我们看到了北极圈 出现了很多的野火 过去在2019年 出现第一个野火的时候 大家觉得也不可思议了 就没讲到2019年 2021年 2023年 全部都出现这样的状况 甚至连 刚刚讲的 在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有一个小镇 它这个平均过去 曾经是地球地表 最冷的地方是-68度 结果这几年来 它升到了38度 竟然变成常态了 对 没有说 这个西伯利亚 我们从2023年 这个小镇目前观测到温度 说最高夏季温度 甚至高达38度 但你说38度 真的会造成什么 结构性的变化吗 我先跟你讲 它在北极圈 对 北极圈38度 对 你先看 这个是以前这个小镇的样子 叫做维尔霍阳斯克小镇 各位 我就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它最冷 这是它以前的样貌 对 以前样貌 保陛哥你知道它以前 最冷的时候几度吗 几度 负67.8度 你能想象吗 负67.8 跟现在的38 那请问一下 相差多少钱 100度 相差的快 100度之多 所以你看到 以前都是一个冰天雪地 然后完全的车辆 覆盖在雪里面 就是你现在看的画面 白雪矮矮 然后整片森林里面呢 负载在白雪之中 这是以前白雪矮矮 现在雪都没有了 还这么热 对 而且你知道以前 离谱到什么状况吗 事实上他们这边 常常办一些 海鲜捕鱼 鱼绕事急 但他们根本不用保存 因为我鱼获 只要一拿上岸 它马上变什么 结冰了 整块鱼就变成个冰块 所以天然就是它最好的 冷冻固能保存场 但不好意思 你知道它现在 什么状况吗 以前你看到是这样 对不对 天然结冰 不好意思 现在跟你讲 发生了野火 而且是38度之地的状况下 整个你刚刚看到 现在出现野火 对 白雪矮的森林 现在变成什么 森林大火 而且这个大火 还是层出不穷 你说一次两次算 而且冰都没了 对 没有错 而且你想想看 当这些发生森林大火 当这边变成38度的时候 它附近北极 会产生什么状况 这个二线循环呢 甚至是其实北极的农冰速度 甚至远远是其他地区 地球其他地方的四倍之多 代表它正在迅速的扩散 所以你如果从这种空拍图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冰都对不对 它会变成什么状况 你会觉得它好像变成大片了 其实不是 它是整个都融化了 变成分崩离析 整个四川到整个北极圈了 这才是现在最可怕的地方 事实上保底哥 现在世界各地就出现这个一项 比如说我们举美国好了 北美洲 但是北美洲 为什么最近高温频频 事实上就是出现因为这种全球气候变迁 它们出现了异常的高压 但理论上原本高压没什么 但各位你想想看 高压就像是你煮饭的时候 哪一个锅盖 如果盖在你的炒菜锅里面 这时候火在下面继续烧 继续烧它会变成什么 闷烧锅 所以等于是这个我们讲的高气压 把所有的空气 整个闭锁在里面 结果里面的低气压 等于它的热 有没有看到海水不断的往上升 不断的往上升 理论上来讲 原本上升之后它是要扩散到其他地方 然后再下降 出不去了 出不去 结果它不断的循环之后 各位你想想看哦 整个包括美国 包括北美洲 都呈现这种越来越热 热到什么地步 就连那个刚才是排水孔 冒烟了 对排水孔里面的水 自己来热到沸腾 直接变成水蒸气 变成水气往上冲 然后变成冒烟 那个手就碰到恐怕都会烫伤 可怕在这边嘛 但你以为说不对啊 可是雨萱 我们现在常常在下雨嘛 比如说我们台湾 下午是不是有热带气流非常强烈 但你以为下雨 对于土壤有帮助吗 其实不是哦 因为这个雨会越下 让土壤越来越干 理由很简单 你想想看 当土壤它所积大的水分 可能它是今年累月 密布在整个底层里面 可是当现在气候 整个热队楼迅速之后 它是不是水分全部蒸发了 蒸发了 蒸发之后它是不是又降下来 对不对 那宝洁给我问一下 它100年所储存的水分 跟所谓的降下来即降雨 可能短短一天两天 把水量降下来 它有办法密布均匀 在整个土壤里面吗 不行吗 当然不行啊 所以它这边说土壤越来越干 整个残线均裂 你就知道就连美国 就连世界各地 都出现这种奇怪的状况 而且你刚才讲的 因为现在担心的是说 本来我们地球 有一个调节冷热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被担心破坏掉了 对没有错 我们先讲 这个环流叫做什么呢 叫做大西洋金像翻转环流 各位这个环流呢 它大概1000年 就是说它是分 1000年 几百年才会在整个地球循环一次 它担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它要把四道 原本很温暖的水 送到了大西洋的北部 到北部之后呢 因为那边是南极地带嘛 气候比较冷嘛 对不对 所以它因为水温下降的关系 整个密度呢 岩分会逐渐地升高 它的水的重量会越来越重 所以你就想象 它像一个输送带一样 我从表层过去 然后送温暖的水 就是你看到现在的画面 然后它会在北极地方 下层之后呢 在今年累月地 慢慢地从底层 到了我们讲的大西洋 到了我们讲的印度洋这个一带 然后再涌现幅上来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调节世界气候 但现在出现什么问题 当北极没有办法再发挥 这种降温的功用 当北极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海水给冷却 甚至连北极都38度的时候 它最有导致的状况就是 这个环流很有可能会在预计 科学家说205年也就崩溃 而一旦崩溃 届时全世界的气候将会完全大乱 民主党本来在这个所谓的 国会改革之后呢 说我要开始嘛 我要开始进行一个大罢免 进行大骂免的第一个 就是谢国良 就没有想到 他已经通过第二段的联署了 会真的罢掉吗 罢掉了以后 真的会对国民党 从北罢到南吗 罢了哥 现在所谓的谢国良通过第二阶段联署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充施目标到4万份嘛 对不对 但我请问一下 联署他所获得的份数 跟最后所投票得到的结果 这两者能不能直接划上一个等号 不能吧 当然不行嘛 因为我讲联署他可以干嘛 我可以找党员 我可以找造册 我可以想尽办法把这个联署名单 反正凑起来就好 但你今天要选民直接走到投票所 那个要叫什么 要叫仇恨动员 但民进党为什么这次 适合秤座体内心 反正我这4万份我就要推过 因为谢国良绝对会是未来一个大罢免 时代的试金石 换一次谢国良这个案子 如果能成后续的立委 我就有效应 甚至一路可以延烧到2026 但如果谢国良这个案子通过不了 那会变成什么 这就直接壮士断网 我就死在这边死在沙滩上了嘛 我接下来过不了了嘛 所以你想 我讲这一次连最寒蛮的 反应最慢的朱立伦跟林涛系列 都得知道这个讯息 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 朱立伦第一个跟林涛说 我们全面部署 进入到这边 协助谢国良来党中央开会 但各位这不是聪明的一步棋 他真正至关重要在哪里 他要罢免同志委 法律哥我请问一下 罢免同志委能不能借得了救了谢国良 当然不行啊 你觉得不行的不对 但事实上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请问一下 今天如果说我单方面说谢国良好 谢国良棒 我们大家来守护谢国良 这样去号召 对谢国良的选票 或者说他罢免的票数 能够阻止民进党的仇恨值持续上升吗 不能吗 当然不行啊 他就每天讲你是一个快乐健康的成年人 每天讲说谢国良没戏毒 每天跟你讲内的案 依然这是民将的号召嘛 对不对 但今天当他把同志委这个牌打上台面 所以你要同一天啊 你就有可能同一天吗 不不不 张志豪这个牌打在台面 他可以干嘛 他有一个诉求的标的 对不对 我今天至少可以号召嘛 我可以动员嘛 不管他是不是在同一天 他有一个反向仇恨的标的 可以去把谢国良的防守盘 做一个升温嘛 对于现在只有梁总统 两边都仇恨动员 对嘛 难怪人家都撞冲冲副了 对嘛 就是因为现在蓝绿的内卷 现在已经仇恨动员到一个恶意螺旋 到一个极致嘛 你想想看一个事情 守护谢国良这是没有作用的 但今天当所谓的讨厌同志委 或者把张志豪这些 对国民党对蓝军而言 最仇恨的标的拉高 他有两种做法 一个我直接能处理 我期待说你最后呢 反正我觉得你七万一千的这个门槛 你也很难去过嘛 因为各位我们不要理性去讨论这件事情 你知道最难最难 得票率最低的选举是什么 就是罢免 再来才是补选 补选最高顶多到五成 而再来才是正规的选举 也是他得票率大概七成 所以你就会用这样去换算 就算蔡思应把他的盘 请朝而出 想要过那个门槛 恐怕都有点难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